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今年4月份的地震 让花莲地区有多处的建筑物发生倒塌 因此就来自日本的科技公司 因为担心道路地基流失会有危险 他们多次利用了透地雷达车 要帮助花莲市检测道路 果然就在市区发现了六处的天坑 请公所及时进行补修 透过雷达车在路上发现底下出现坑洞 随即派出了技术团队到达现场 确认好位置后钻孔深入地底 利用全周式的照相机来取得影像 为的就是要确认坑洞的厚度以及规模 这个是孔洞初步行程的状况 孔洞其实它是会慢慢地向上发展 跟慢慢地长大的 我在跟人家说明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说孔洞是活的 那随着时间 随着这个气候的状况 像这个如果水更多的去渗透出来 孔洞它就长胖了 它长大了 它往上伸展 大家可以看到初步生成的时候 跟现在其实它是有一个变化的 那孔洞会越来越大 等大到这个地表的这个承受力不足的时候 就会造成地面的塌陷 今年4月花莲发生大地震之后 日本一家科技公司派遣了人车 来为花莲的道路进行免费译检 总共检测了54条道路 长度共41.5公里 发现异常的信号177处 同时找到了6处深坑 其中最大的深度2公尺 宽3公尺 索性道路的状况还不算太严重 地层也还算扎实 经过开挖之后已经完成填补 就是比对冷的话 就是做体检 定期要做体检的概念 就是现在是一个小问题 可是不见得像孔洞刚才也讲会成长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会强烈建议定期去观察它 然后有问题就尽量可以马上修 会比较对后续的一些修补 或是一些维持都是一些很好的效果 我们关于这几处的一个部分 未来怎么处置 那我想我们会允许它的这个步骤 我们会将我们所有的道路 那未来有机会再检测的话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订定一个SOP的一个标准 日商公司表示 感谢台湾在过去对日本的帮助 希望这项检测也有助花莲的市区早日恢复 工所在未来也将会朝着建立相关定期检测的流程为目标 为市民的安全做好把关 人间新闻他们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我做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